有人看錯香港的自稱泰國通, 肥肌佬在今年2月,上載系 , 說曼谷有間蛇廟, 不過那位肥肌佬沒有寫清楚地步, 有老友記者來問阿爺, 阿爺叫我告訴大家, 他都不知道曼谷有間蛇廟, 他只知道是環坤天園、柏南兒、四十八社, 及柏南兒馬路交界, 天橋底就有間蛇廟, 閃爺什麼蛇廟, 什麼蛇群? 眼鏡黃蛇媽與孩子廟寧媽, 那間廟寧是印度婆羅門舊廟宇, 好鬼陰同邪, 阿爺就不代願去走走, 阿爺說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, 周竹柏南兒路當時, 有一天, 有個駕駛泥車師傅連續七天在睡覺當時, 夢見一個大妻婆哭了口來求他停工, 不然他就含駕駕駛地說, 工人睡醒後, 說給公頭知道, 公頭說他瘋狂善, 叫他馬上開工, 誰知無多久, 駕駛泥車果然產平一個過山峰毒蛇鬥, 有條粗過肥肌佬條腰過山峰毒蛇鬥, 以及他肚子裏面那幾百是蘇丹花蛇仔慘被壓死。 從此, 那個工地就發生很多工業意外, 工人搞了一個印度婆羅門教制制儀式, 那條蛇那靈體表示, 希望設立一座神坑來供奉他們的陰靈, 工人就用木頭砌一座小神坑, 從此工程順利, 不過沒有多久又發生大火, 附近一帶全部燒光燒正, 那家神坑仔竟然無損, 服務者是十分貴氣, 那家神坑仔竟然無損, 那家神坑仔竟然無損, 當中華民國八十五年、 在紅毛奠 Model、 而家神坑大廟來供奉蛇的地方, 附近就由生亭草養毒蛇。 泰國民眾喜歡買雞蛋、雞肉、豬肉、檳榔, 請人跳泰國民族舞, 以及晚上放影畫戲影, 來供奉那群毒蛇靈體。